大家好,这里是提示通 终于终于终于我们等到的OpenAI旗下的 图片生成工具的重大更新 为什么说这次的更新和以往不同呢 有图有真相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你能相信这些图片 就是Dali E3生成的吗 甚至连知名的动画角色都能够生成 实在太让人兴奋了 相信有些朋友已经发现 Dali E3现在已经开放给所有微软用户使用了 而且还是免费的 在这部影片我将介绍这一次的主角 Dali E3的特点功能 以及如何开启免费的Dali E3 后面也会分享一些独家的使用技巧 让你掌握这个超强大的AI图片生成工具 所以请记得看到最后 那我们开始吧 OPEN AI最新推出的Dali E3 是一个能够根据原本描述 生成图像的先进AI 有使用过Dali E3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早期的Dali E3 有时会忽略某些词汇或描述 常常会生成一些不符合要求的图片 我们来试试这个提示 然后稍等一下 这是使用Dali E3生成的图片 可以看得出它生成的图像还是比较不成熟的 比如会出现这些奇怪的造型 但是Dali E3就不一样了 它是通过深度学习方法开发的 它能够有效理解自然语言描述 并将其转化为数字图像 因为它能够理解更多的细微差别和详情 它到底夸张到了什么程度呢 我们用回同样的提示 让它再生成图像 对比上一个版本 这个Dali E3说真的强太多了 我们来对比Dali E2和Dali E3生成的图像 这根本不用比了好吗 此外 Dali E3还有一个核心优势 是它与ChatGPT的紧密集成 当用户给出一个创意时 ChatGPT会自动为Dali E3生成定制的详细的提示 如果你是ChatGPT Plus的用户 这个功能也会出现在GPT4的选项里 提供用户使用 如果用户对生成的图像不完全满意 他们只需要用几个词 就可以让ChatGPT进行调整 以更好的符合他们的期望 Dali E3不仅能够理解复杂的描述 它还在图像的面部 文本 甚至人手的细节和准确性方面 做出了改进 展现了其卓越的图像合成能力 我们再试试这个提示 然后稍微等等 这里可以看到 现在生成的人物 比以前更加真实 以前鬼手的问题 在这一代也算是改善了很多 已经达到了可以直接拿来使用的程度 这么棒的工具你能不用吗 这里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部分 我们要如何开启Dali E3呢 目前有两个方法开启并使用Dali E3 一个是付费的 另一个是免费 我们先从免费的开始说起 在bin搜索引擎里 搜索bin image creator 进入网页后 登录你的微软账号 完成登录后就可以开始使用了 输入栏旁边记录着你可以使用的次数 即使你使用完了这个额度 你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就是生成速度慢了 接下来我们输入骑士词 他就会开始生成图像 每次生成图像大约在一到四张左右 提供用户选择 和现在当红的文本转图AI工具 密着你比起来 一边是免费的bin image creator 一边是付费的密着你 大家心里应该都有的答案 你会使用bin image creator多一些 还是使用密着你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你的想法吧 而付费的开启方式就是通过chartGPT啦 毕竟Dali3是他们家的 只要在GPT4模型的选单里 看见Dali3 就代表你已经可以使用了 选择了Dali3功能后 输入你的提示词 chartGPT就会开始生成图像 这里的生成速度会稍微慢一点 需要等一等 chartGPT每次会生成四张图像 每张图像还会有 GPT4提供的提示词 如果你看到满意的图像 你也可以收藏提示词 下次就能够生成出类似的图像了 本来要收费的GPT4 但是现在购买了还多了超强的AI图片生成功能 更别说还有GPT4 让chartGPT能够直接看得见图片 处理图片 现在看回chartGPTplus的月费 确实比以往更值得了 这里就分享一个我觉得很实用的提示词架构 可以帮助一些不懂如何开始写完整提示词的朋友 这个提示词架构包括了 动词 物件 形容词 风格 和尺寸比例 这里提供了一个使用提示词架构写出来的简单例子 通过这个架构 我们就能够制作出高质量的提示词 让chartGPT更精准的生成你想要的图像 如果你想要深入了解关于Dali3的提示词 你也可以到OpenAI的官网参考 这里存放了许多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提示词 可以模仿再优化成你想要的版本 我们也可以问问chartGPT有哪一些图像尺寸的选择 使用Dali3一共可以生成三种尺寸的图像 而且这些尺寸只适用于chartGPT里 BeanImageCreator只有正方形这个尺寸而已 对有别的尺寸需求的朋友 chartGPT plus就有它独特的价值了 Dali3还有一个比其他图像生成工具更厉害的优势 就是你可以在图像里加入文本 这里做个示范 我在这个提示里加入了1010 Mega Shopping Day 可以看到它是真的明白你要加入的文本 然后使用该文本生成图像 这个功能非常实用 因为文本可以直接加入图像里 也意味着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这些AI图像 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的时间 和提升了工作效率 目前在AI文本转图工具里面 Dali3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最佳选择 它的出现将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 让没有设计基础的人 瞬间就能够制作出亮眼的设计 以前要设计一个作品可能需要一个小时 现在几秒钟就可以做到了 单凭这个生成速度 就已经大幅提升了生产力了 甚至那些只存在于你 想法里 天马行空的画面 都可以一一的画出来 如果你懂得善用 比别人更早掌握使用技巧 这工具绝对会给你带来非常大的便利 甚至为你提升收入 好了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那就请给我点个赞 收藏这部影片吧 你的点赞也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同时帮助更多的人看到这一部影片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能够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影片更新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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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